你驾驭 我看他人后贤良 不需要什么驾驭 代掌柜的才能和贤能都远胜过你 他要是当了大掌柜的你 就是他的跟包 知道有三能 力 威 鸣 你可以用力去赏他 用鸣去敬他 唯独这威我看你难了 威是从刑法来的 他做的实权是没你拿什么法的 邱掌柜的才能 远逊于代掌柜的 这就是他的可遇之处 好 这个欢迎回来 在片中呢 有非常有趣的关于用人的法则 这个片中我们刚讲了 邱掌柜和这个代掌柜呢 是两个不同的被东家聘的这个职业经理人 也就是这个分行的这个掌柜 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郭总 如果你是一个东家 这些有两个人 代老师 他是一个很正直 但是跟老板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 是吧 然后他也没犯过错 一直很正 但是很有战略 很有谋略 然后呢 一个呢 是这个邱掌柜这样的 业绩非常好 但是犯过错 你把它发黑出去了 这个时候 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 这两个人你会重用哪一个 我听了 能力来决定 管理的企业家跟我讲 跨物层老板讲 在这两个人中间 他也没用他们 对 只用那个老师的态度的 但是没有能力的 而不要用这个有能力的 但是 就是看你有没有本事 你有本事 把有能力的人用好 让他的缺点被你管住 那当然又有能力的人了 所以我觉得 把商道上的东西 完全把它品德化 而且用儒家的思想 去描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对晋商的一大 这是不对的 我爸特别同意 这个郭总做的 就比如说 现在如果我要 如果是老板的话 我雇一个员工 他可以天天不来上班 只要你能给 因为你要做生意 肯定就得是为了捡钱 他能天天给我挣钱 这个天天给我 每天早上 连迟到都不迟到 天天在这 他挣不着钱 我其他到手 天天伺候我 天天可以溜鱼拍马 一分钱挣不着 或者挣得非常少 我一定不会用这样的 因为你是在 在商延生 因为你开的不是学校 其实我觉得 现在人并不是说 学他们能挣多少钱 而是学他们那种精神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 这个进商说成 跟今天的没老板 我觉得就是已经 不是一个概念了 但是呢 因为都 没老板 叫不叫进商 也叫进商 只要你是在这个地域 做生意的人 都应该叫进商 所以呢 我们还是应该 来传承一下 进商的 有很多精神 我觉得这是 对现代人 最大的一个作用 谢谢大家 我今天在这 受益匪浅 因为丁老师 待会是要去 给哪个东家 当讲柜的 是吧 对对对对 我们也都是打工的 对 对